今年的十门老人会一改过往的健康讲座的模式 这次加入了现在最流行的蝶杯教学 在总指教师教学完毕之后 随即老人家就要进行比赛 展现首脑并用的成果 每年十门区老人会都会举办老人健康讲座 邀请专业的讲师来讲授健康知识 目的就是为了要促进长辈们的身体健康 而今年老人会一改以往的健康讲座比重较重 加入了现在最流行的蝶杯教学活动 在总指教师教学完毕之后 随即就要进行比赛展现首脑并用的成果 因为我们十门的老人会 每年都有办理类似这样的老人健康讲座 以及攻守的社会福利的先导 特别今年增加蝶杯的这个延期活动 来让我们老人能够动动脑筋 能够手脚都能备合 包括脑筋和手都能够同时应用 这样的话会刺激脑部 可以增加我们老人的健康 有名于以往健康讲座一开始 就是有讲师带领大家进入健康的课程 今年十门区老人会从动态的活动开始 一大早长辈们因为这场竞赛精神十足 凉凉一组上台比赛 先蝶杯再收杯不到几秒钟的时间就完成 竞赛前五名还有老人会提供的奖品 长辈们参与都相当踊跃 我们在台北 我们老人会记忆比较好 手比较凝联合 手比较不容易 在台北这项运动可以训练手脑并用手眼协调 对长辈们活着筋骨是相当有帮助 再加上去微信的竞赛更是唤起了好胜心 希望透过多次的练习可以赢得奖品 而老人会也期待这次的活动能够让长辈们多认识一项运动 刺激长辈们多动脑动手身心都健康 吉尔品牌时门采访报道